接下来在总统大学 真的是诡决多变 因为很多民导都显示说 希望政党轮替 换完人做开战探的 都有五成以上 这个照着讲 这对民党非常不利 这对于非律阵营来讲 是一个大力多 可没想到 非律阵营现在分两害 一个是柯 一个是柯 一个是猴 柯猴已经分不下去了 结果美立党民调 没事怎么选了一个 郭台铭进来 郭台铭进来以后 一样他跟猴都是15% 而且他可以把柯文哲 从28%拉到 只有20% 等于说 他是有能力影响战局 就这个民调一出来了以后 郭台铭今天就动了 关键怎么动了 他就要跑到了台南 去参加王家珍的这个活动奖 我今天等于说 再次回到江湖的第一站 什么叫做 回到江湖的第一站 对没有错 现在郭台铭把这个 他基本上叫什么状况 他就是在牛棚练头 因为场上谁 猴有鱼打得皮皮串 郭台铭讲这剑机 我有机会赶紧加紧练习 可是现在不是讲 金小刀出来就是稳定战局 不可能坏人吗 对 金小刀出来对于侯友宜来讲 或许是稳定战局 但坦白讲 对于郭台铭来讲 也不尝试个利多 为什么 今天你金小刀 对面的反面是谁 金小刀记者会第一场就开炮了 说谁 说你 傅昆奇 我只有跟一个地方派系附和 就是傅昆奇 所以为什么讲傅昆奇 这一次 郭台铭最为强而有力 站在他背后的是谁 就是傅昆奇 就是傅昆奇 就是这些地方议长的连线 就连何胜峰 南投的出来讲 连署什么小case 我轻松就帮郭董搞定 今天他才刚好讲出这段谈话 那你的意思说 现在国民党有可能分裂吧 但现在这个未来 那问题是说 郭台铭只是画画的 真的有钱 真的有人会帮他动吗 对没有错 郭台铭不是画画的 他这次是完真的 我们要先了解到 郭台铭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总统大选 来 他今年其实已经几岁了 已经72岁了 所以说包括他的团队 他们知道说 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了 郭董如果他是总统梦 这一次不原 恐怕就没机会了 回顾他整个人生历程 他要钱 有钱 要名声 要名誉 通通都有 国际司令 想遇国际 唯一少的一个叫什么 权力总统 就是权力啊 就是总统梦啊 所以现在郭台铭为什么坚持要出来 就是I have a dream 这个dream就是要当总统 而且你讲说 他是真的想选到底 而且他真的觉得自己会选上 对郭台铭现在有高度的信心 他有一他自己的胜利方程式 什么意思 郭台铭他今天出来 当然不是觉得说 哎呀我只是要出来 这个交交货 害侯友宜这个选不上 不是 他是认为自己有高度的信心跟把握 就如同当初五月十七号那个时候 他觉得说新郎绝对是我一模一样 不是 他哪来的底蕴让还有这种自信的呢 对 所以好那分两个层次 先讲到团队的问题 现在郭团队产生一种状况 哎呀只有一种人 就是你必须要说 郭董 你就是要选这种选到底 就是要讲正面表述 讲好听话 并且支持他的人 才有办法留在身边 否则其余人等 你只要敢跟他说 哎呀郭董你选不上了 不好意思 就请你出去 完完全全排除在外 这是团队的问题 你说 现在郭台铭已经经过一批的掏袭了 你只要去指引我的目标 你觉得我不会选上 你对我没有信心 你就给我离开 剩下在郭台铭旁边的 都是郭董好方方 对所以那为什么会有这样 因为郭台铭本身 他的意志非常坚决 他就是要参选到底 而且他觉得自己会选上 再讲到第二个 胜利方程式 他认为自己要怎么选上 前一阵子不是抛出一个我要并购民众党 就被大家笑掉大 对啊对啊 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根本就不可能嘛 不误死嘛 就不是商业行为 对你还在年轻气盛吗 郭董但他深信不疑 他觉得说哎呀 我有我的超能力 他的super power 跟蝙蝠俠一样 因为I'm super rich 他就用这种概念 觉得说反正什么事情 用钱都可以搞定 但民众党已经表态很清楚 民众党表态说什么 我跟你郭台铭 绝对不可能合作 从所谓三蒙海事之后 基本上已经认定了 我柯文哲不选你郭台铭 那哪来郭台铭的空间呢 对 但郭台铭的思维是什么 他的思维是说 哎呀我只要拿着民众党这个威胁 什么意思 我今天出来参选 你柯文哲 就美丽岛电子报 至少会掉到只剩下20%嘛 那你就选不上了嘛 我就可以跟你话 所以郭台铭可以拿到美丽岛电子报 去威胁柯文哲 对嘛 因为包括那个15% 跟他可以让柯文哲掉到20% 通通都是他的底蕴 他拿着这个东西去跟国民党化巴拉肯说 来你看 这个民众党我可以并购 我可以整合 现在是不是该讨论到 换猴这一件事情 他说乾坤大挪移 拉东打西 他的思维当然是这样很清楚嘛 所谓的独立参选当然只是虚晃一招 但是他想要选的决心 绝对是要选到底 只是说真的是独立参选吗 在我看来他更像是 拉着民众党去跟国民党做要协 企图要争取到非律政线 也就是国民党这个提名的一个大旗 简单讲就是想要把侯友宜 给彻底换下来 好 玉逢 你最近跑房地产 你在跑房地产的时候 你说大家如果说今天郭台铭 你要选总统 那大家一定要看说 你的龙穴到底好不好 你现在居住的环境到底好不好 跟你说他旁边有个大问题 他旁边有一个逃租引员 逃租引员是大问题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要有总统你就要选大位 你要冲击大位你就要有总统命 然后呢在过去来讲 他住哪里 住信义富邦的国际馆 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棒的一个风水 可是前面就是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个 逃租引员 这个逃租引员 这很好选台湾最贵的房子 对 可是呢 他跟这个信义富邦 他是摆在一起是同一个街阔 可是逃租引员你看他上面 上面这个乌突像不像是一个楼赖吧 像是一个screw driver 像是一个螺丝 直接螺丝起子一样 然后他又是旋转的 他好像就是把这个龙穴像是转的一样 锁住了 对 直接往下锁 把龙穴锁住了 把龙穴锁住 而且他讲的这个东西是千年工艺啊 他要 这个小水也要做千年工艺 还破不了 对 还破不了 而且呢这个整个是血脉 天天 你就在想做吧 什么八卦金 有的没有的 你还挡不了 对 还没办法 挡不了煞 因为他这个煞 他这个工艺是太强大了 你不讲我还没有感觉 对 他真的像一个螺丝起子 螺丝感双双双双 锁住了 大家如果有机会进乎那里的话 你去看喔 他是一个很完整的接扩 因为他是信义计划区 他是一个方正的接扩 后面龙的屁股是台北花园 然后龙升就是郭董的那一个 信义富邦 然后前面应该是一个龙抬头的气势 龙抬头都被锁住了 真的啦 里面是龙抬头 然后龙抬头的位置也非常好 是富邦的总部 他做了一个摩天大厦 所以是整个气势上来 可是就在你的龙井的部分 被一个罗赖把转下去 所以这个东西转下去之后 感觉上就是把整个风水的底蕴 给破坏掉了 而且还很暗 转得很深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如果郭董 你还跑去看 大家都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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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房地产的 相近风水的 都去看过了 还有这个说法 然后也知道说 其实我们没有讲你不会觉得 可是你去现场看的时候 尤其是从信义富邦往外看的话 真的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感觉 就是真的被他锁住了 如果这个锁可以打开的话 我相信郭董应该没问题 好董事长 你有事没事去搞了一个美岛民调 有事没事 你就把郭台铭弄下来 郭台铭弄下来以后 你就讲他有15% 侯友谊也15% 本来所谓的柯文哲是什么 28% 不显得变成20% 只有赖青你的受损 赖青的受损 赖青的受损很好 不到2% 就你现在郭台铭 就开始动起来了 我要跟大家 各位观众 先要告白一下 我在做民调之前 我跟戴立安两个人都认为 就是我没有要侮辱郭董的意识 或看清他 但是我们心里面上想 放进来的这个百分比 大概是各位数 就没有了 不可能 因为怎么看最近他很安静 也没声音 怎么会有 所以我把本事 一放我开的数字 我吓一跳 那我当场被吓昏了 怎么这种事情跑出来 然后你看他 他最大的这个 他厉害在哪里 你知道 他把那 跟他同事 来另外的三个候选 全拉下来了 每一个都拉一点 拉最大的是谁 柯文哲 这一下完蛋了 因为我们友台做了一个名叫 柯文哲第一名 那柯文哲从那个第一名的云端 到美利岛现在做了20.9 就等于宣判死刑了 现在看得很简单 这个四咖都的情况之下 他你现在看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整个表态率85% 对不对 85%把扣掉赖兴德大概35% 所以说非率这边50% 非率如果整合成功 就50对35稳赢 对不对 那问题是他们会不会合作 不会 目前看不到 因为朱立伦讲了一句话 叫做非率大联盟 对不对 然后柯文哲讲了一句话 就联合政府 看起来都有合作的机会 谈得蛮好的 就这两天在干什么 这两天在开始 在国民党在订房科条款 只要柯文哲去站台的 开除党籍 本来你不是 你怎么讲这个国民党 跟民众党在立法院的席次上 是必须要合作的嘛 怎么会搞到说 我现在跟你民众党交往 或站台就开除党籍 所以表示国民党开始内说了嘛 他们没有要去推动所谓的扩张 或联盟或合作整合 都没有了 国民党现在选的就是守基本盘嘛 但如果说国民党要守基本盘 那大家守基本盘啊 那守基本盘 国民党就挂了啊 大家都挂了 这全部 这三个你看见没有 柯文哲 何友宜 郭台铭 三个全部一起输 没有一个会赢啊 都不会动吗 这个票不会动吗 这个票不可能 这个票我这样讲了 会动的 比较会动的是柯文哲 柯文哲会上下 因为柯文哲到了8月到9月 10月这三个月当中 会出现立委参选 对不对 那柯文哲没有立委嘛 没有立委的话 柯文哲整个的票就会被移动 移动到侯友宜或是郭台铭身上 如果郭台铭出现的话呢 会优先移动到郭台铭身上 因为郭台铭会做什么事情呢 因为他们会有防科条款 对不对 也有防郭条款 那有没有防新台币条款 没有防新台币条款啊 捐钱 所以郭台铭只要一出来 你看大家的立委都开心得不得了嘛 所以国民党 郭台铭没有小鸡对不对 对 一定有小鸡的啊 因为你朱立伦不能够去订 或金普通不能订说 不能接受郭台铭捐款 这个不行吧 就讲这个不通嘛 所以郭台铭守的 那个郭家军的这个立委啊 会搞一大票 那一大票立委 他支持的立委一定比侯友宜多 一定比柯文哲多 可是我不懂啊 你就算很厉害 你也不过15.4啊 就算15.4 你也上不了啊 你上不了还是搅局啊 三个都上不了 三个都上不了 到最后都是都春梦一场 所以现在郭台铭是以战逼合吗 对的 这是个字刚想的太好了 郭台铭以战逼合 他现在是以战逼合 他现在以战逼合 郭台铭我认为他一定要先拿到门票 他过去的错误就是一直要 去拿国民党的门票拿去吃个豆腐 一样是郭柯文哲的门票吃个豆腐 什么并购人家 讲这些这些风里云里的话 不找边际 他现在这一次决心下了 他先去跟你搞联署 郭台铭联署会不会过关 会过吗 保证过关 会过关 联署拿什么困难 联署随便的 28万耶 28万 太简单了吧 对不对 过关他就有门票了 他有门票 他有门票 柯文哲有门票 那侯友宜有门票 三个人要不要坐下来谈 那还能跟他谈吗 一定要谈好 他现在怎么样转回来 他要宣布参选 怎么转回来他要去搞联署 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爱党爱国 你现在这个侯友不会当选了嘛 所以我为了救国民党我要出来 然后为了救台湾 救中华民国我要出来 然后帮你们整合好 变成非绿大联盟联合政府 这是郭台铭唯一的 对外的一个正当性跟口号 好 是喔 刚才讲的 我听过很多人讲郭台铭 你算是我认识里面 最懂他的人 他现在倒在想啥 还有今天一个数字把我吓死了 他今天光是 红海的除夕 躺着 就有92亿 92亿 我要转 投胎转世 上千年才赚得到欸 没错 这个红海要明天要除息 那除息在这次是配5.3 那以红海 这个郭台铭先生呢 持有大概约莫十几% 这样来算的话 他这一次的这个股息收益 应该有92亿 那92亿来说 扣掉如果分离磕碎的28% 他应该会有大概约莫是60多亿入账 那所以也就是 这是入他自己账 所以也就是我可以花用 所以刚才董事长不是说 我92亿可以领 我就算是分离磕 可是我已经缴完税 我都还有60多亿 那这一笔账呢 会在7月28号会入账 那所以也就是说 7月23号 国民党是全贷会嘛 对不对 那7月28号我就有那么多钱了 那么多钱的这个状况之下 你就知道说 其实刚才董事长讲嘛 有钱好办事 特别是国民党现在的资源 相对比较少的状况之下 我相信呢 郭台铭他拥有的这个巨量的 这个所谓资金的这个优势 可会变成是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这个可以反败为胜的这个点 所以你看他今天去哪 他今天去台南嘛 王家珍嘛 宝贤你知道 如果他今天没有去王家珍 谁知道王家珍是谁 那因为他去了之后 王家珍你看就录在这个媒体上面 然后他就说我要支持他 我要重回江湖等等之类的 那为什么要去王家珍 因为王家珍在5月多的时候 跟着他一起跑啊 所以他说现在我要回报给他 所以就说什么 你对我好我会给你回报啊 那王家珍他这次在哪 他在台南市的东区 跟林俊宪选啊 那林俊宪选啊 那林俊宪就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赖金德的嫡系啊 他在选这个 他来直接跟你单挑啊 所以我觉得 其实呢某些程度来说 我觉得呢 他如果没有机会 我相信郭台铭绝对不会动 他很有机会 他这个人的个性就是这样 他绝对不会打那种 没有把握的仗 他如果有把握的时候 他就会敢打这个仗 而且他会很有步骤 我觉得他现在的步骤非常清楚 他就是说要慢慢的边缘化 这个侯友仪 在国民党内他至少 民调无论如何 他一定要迎侯友仪嘛 迎侯友仪嘛 迎侯友仪之后 因为他跟柯文哲可以谈嘛 所以他一定要迎侯友仪 迎侯友仪之后呢 我就这个如果 如果国民党能够推出他 当然是最好 但是这个目前为止 没有这个可能性嘛 但他现在用了什么方法 我用这个地方 我很多地方派系都跟我好啊 诶 这个全代会 你难保这个会发生什么状况 如果讲 就跟股东大会一样啊 如果股东反的时候 你能怎么做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些变化 或许会存在 再来就是如果他能够边缘化 侯友仪之后 他跟柯文哲之间 柯文哲我相信 柯文哲应该 柯文哲不是说有百分之0.00几 他不会选吗 那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郭台铭出来嘛 而且他不是说 他已经想好谁是这个行政院长 所以其实柯文哲 念之在之的 就是行政院长这个职位 如果让我当行政院长 或许我也可以考虑跟你谈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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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